明门天后,不是阿门千金 大家好,我是天后 那众所周知啊 一念笑话里面的系统并不少 那大家都会发现 有几个系统是十分重要的 它会一直在游戏里面陪伴着我们 也就是人物界面的那几个系统 那装备系统无疑也是其中之一啊 那问装备方面问题的小伙伴也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装备系统方面 共鸣、精炼以及气文的问题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共鸣的问题 也就是说装备升级 那这个装备共鸣其实也是老生长堂的问题了 那可能玩得比较久了的玩家可能就会觉得 啊,怎么又是个问题啊 都听多少遍了呀,啰里啰嗦的 但是呢,很多兴趣的玩家 他们还是不注重这个共鸣效果 特别是那些化神器的小中科玩家 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再提醒一次 就是这个装备一定要注重它的共鸣效果 那我之前不是说所有的装备 达到这个最高的共鸣效果之后呢 可以再把那些武器以及饰品再升高个20级 那有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详细 也有可能是小伴理解错误了 他就问这一个 如果我想要把武器和饰品拉高20级的话 我这个共鸣效果就会下降 但是我注重共鸣效果的话 它的武器以及饰品就还是和其他装备同等等级 所以他问到底应该先追求哪一个 那我之前说的这个武器以及饰品可以提高个20级 那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你达到最高的共鸣效果之后 如果你还有剩余的资源 你可以优先把它们投入到这个武器以及饰品上面去 那你如果剩余的资源够把这两个都升高个20级 那肯定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那如果只够一件装备的话 那就先升这一个武器 那如果两件都不够呢 那就先作罢先不管它 理解我的意思吧 它就是在你达到最高的共鸣效果之后 需要再优先去升级的装备 而不是说它是必须同时进行的必需品 天后我还是不理解怎么办 没事以后就理解了 这么不负责任的吗 反正就是主共鸣嘛 然后就是副武器 共鸣效果肯定是很影响PVP的 而且如果它移掉共鸣的话 很多情况都是连掉四成 所以这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 好那之后是这个气纹方面的问题 那气纹方面呢 也是有这个共鸣效果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讲气纹共鸣 以及别人讲气纹共鸣 都是讲的比较少吗 因为大家哪里亮了点哪里的情况 基本上大家各项都拉的差不多 那一般来讲 共鸣效果也是要追求平衡 但是这个气纹要求的资源还是很多的 而且它境界越高的话 它这个需要的这个材料也会更多 所以你反屈膝的大家 很多这个平民的杜竭啊 他们都是怎么说 都是卡在这个上品阶段 而且你想要上这个极品 它所需要的这个宁文宝玉 也真的是贼多 所以大家一般就是先建议加二 然后如果你有条件了 你想再加上去 那也是可以的 所以临时多的各位啊 平时就要多练气 不是说一定就要追求什么金色装备啊 或者说是要练出更好的磁条的装备啊 我们的气纹系统还是一直在等待着你投喂的 所以平时呢 临时多了就多练点装备投喂一下 不要让他们饿了 饿了会影响战斗力的 好那之后是这个金链了 金链它应该怎么选择 那金链它前面的共鸣就有些不一样了 前面的共鸣它讲究的是全体的装备 而金链的话 它讲究的是单体一个的装备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这么一句话啊 大佬干架看着一个金链等级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说其他属性 其他系统就不重要了呢 其实并不是 这句话是针对那些顶科大佬的 因为呢 他们科了大几十万 上几百万 他们已经把所有能买能提升的地方都提升完了 所以他们就只能全服都去练这个金装 来给这一个大佬使用 来比这一个随先到达五级全套装备 天后啊 我都全部五级金链了 你怎么连一套一级的都没有 真是太可怜了 那我们普通玩家的话 一般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 所以我们也只能按照平民的方法来 那我们想要金链的等级越高 它所需要消耗的材料也相应会变得更高 所以最划算的办法就是先一件一件的把装备都提升到一级 吃到它那个一级精炼的效果 那如果你全部精炼完一级之后呢 你还有提升的空间 那你就可以依次把武器 衣服 饰品 都给它搞到四级 但是要记住啊 是一次啊 而不是说平均啊 如果你平均了的话 那你就太亏了 我们需要的是四级的神通伤害效果 二级和三级的这个效果就意义不是很大了 好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